花莲县新增的确诊人数是428人 累积的确诊人数是3912人 目前有94位在住院 跟昨天比起来 昨天是116 所以住院人数有在减少 居家照顾的部分新增了344个人 累积居家照顾的有2494人 在3912个个案累积病例中 总共居隔人数有9614人 已经解隔的有8831 解隔的昨天新增的人数是983人 目前还在隔离中有773人 大部分还在自家隔离732 在旅馆的防御旅馆有41人 每天早上 每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7点 假日的是8点半到12点 在布立花莲医院 迷你路的慈爱楼 有社区的快筛筛检站的设立 另外在南区的话 接下来就是玉林慈激院 每天一样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6点半 假日的话是早上8点半到12点 这是一般的抗原快筛 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的社区的筛检站就会只针对于快筛阳性 就是我们的居家快筛阳性的做这个PCR的筛检站 那社区的这个抗原筛检站就会转型 今天总共有12所学校 19位师生确诊 那分别包含了高中的部分是一所学校 一位学生 那影响班级是一个班级 在国中的部分呢 有至常国中一所学校 那一位孩子确诊 影响的班级也是一个班级 在国小的部分呢 总共有北浦国小等9所学校 那新增的确诊数呢 有9位孩子 那影响的班级呢 总共有9个班级 在幼儿园的部分呢 今天则是新增了 私立魔法森林幼儿园一所原所 那包含了7位孩子跟一位老师 那影响的班级呢 因为是共同的班级 所以影响班级是一个班 那针对魔法森林幼儿园 今天的一个新增确诊人数 相对来讲是较多的部分呢 我们目前呢 正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那也协助援所呢 加强一个环境的一个倾校作业 再来的部分呢 总共今天是瑞梅国小 总共有12所学校 那总共有14位孩子呢 是属于没有进入校园的 没有校园足迹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12所学校 14位孩子所属的班级呢 目前不会暂停实体课程 那这部分呢 向各位相亲做报告 那黎民教养院的部分呢 他从4月28号 那就有一个指标个案 然后感染之后造成 那个黎民教养院院内的感染 那到目前为止 到5月2号为止 那总共感染的员工有14人 月生有57人 所以加起来一共71人 那当黎民教养院 他发生了感染之后 其实呢 我想我们的县府 以及我们的东区的防疫单位 都非常非常重视 那实际其实东区的防疫指挥官 在4月30号的时候 就带领我们的CDC的防疫医师 以及我们的社会处 卫生局 一起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去了解他里面感染的状况 以及他们的措施跟作为 去做指导 去做指导 那所以其实是 非常早期就介入 去了解 去协助 病毒谁看得见 如果我们看不到病毒 而且是在 每一个被感染者 他在 没有症状的潜伏期 就有可能传染给别人 所以里面的一些同仁 当然也会 这个基因出出 在我们的社区中 互动 那当然有可能被感染 而带到黎民教养院里面去 我想黎民教养院里面的所有的同仁 对于感控 从有 这个 从感从那个有 COVID-19以后 他们里面的人都非常积极的 非常的努力的 在做这个感染管制 但是毕竟在现在 Omicron的突破之下 我想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是可以挡得住的 那一样东区老人之家 也是 他从我们的4月24号 就开始有一个 这个指标个案 事实上24号当天 有一个指标个案出来之后 那 东区老人之家 他本身的合作的医院 就是我们的布林花蕾医院 布林花蕾医院就进去了 帮他们所有的同仁 员工 院民做了快筛 是阴性的 是阴性的 但是仍然在26号开始 有院民会产生 他这个 就确诊感染 那陆陆续续 持续到今天 总共确诊的人数是 员工40人 院民是72人 一共112人 那一样的 在东区的防疫指挥官 以及 卫生局 社会处 还有我们CDC的防疫医师 都组成团队进去 协助东区老人之家 希望他能够做好 他们的分仓分流 做好他们的居家照护 那有些比较严重的 这个病患就转到 门洛医院 布林花蕾医院 去接受治疗 同时都开始要投药 同时开始要投药 治疗回报的疫调系统 那确实 这个完成率非常低 那我想一个新的制度上来 总是要有一段的所谓的适应期 和过渡期 那要让乡亲能够了解 而且是能够有效的运用 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一点时间 那所以呢 我相信 未来会越来越好 那有更多的人 能够完整的来 回来填报这个 所谓的疫调系统 那至于说 这边所谓的填报布置 或回报的时候 要如何有效匡列 就算他没有填报成功 我们卫生局 一样会将这些个案 去做追踪 去做管理 然后去做这个匡列 我想只是说 会让我们卫生局 或是我们的卫生局所的同仁 他的工作量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然填报速度 就是匡列的时间 就会比较晚 就像我刚才在这边所提到的 拿到居隔单的时间 可能会稍微较晚一点点 那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每天都是这么多的一个案例 这么多的一个案例 那确实在工作上面 是有困难的 那这也是 这也不是有花莲线 全台湾每一个县市的结果 都是如此 我想从全世界各国来看 很多国家在Omicron 这个感染数在增加情况之下 他们却去做的措施是什么 是到让我们的生活的限制放宽 也就是说他想赶快让我们产生一个 所谓的感染之后的群体免疫 才能够达到我们能够最后解脱 这样的一个Covid-19的疫情的最后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所走的道路 我相信是正确的 那至于刚才所提到的 是否有一个新增割案 确实新增死亡割案 这是一个79岁的男性 那他本身在鹿岛在旁边产生抽筋 然后被119送到我们的玉里斯基院 那这个个案本身在2008年就有一个头部外伤 然后也因为胃穿孔 甚至肠胃道的问题而做过手术 他本身是有一个不明原因的精神疾病 那最后一次领药时间是在3月7号 领了一些精神病的药物 但是他那天就是因为抽筋 抽筋 然后发烧 然后呼吸喘困难 然后直接送到玉里斯院 那到玉里斯院呢 做个紧急处置之后 那病人的状况不是那么稳定 等他看电竞药物之后 他还在持续抽筋 因此呢 他就赶快送到我们的花莲慈祭医院 那在花莲慈祭医院做了紧急的提救之后 那还是因为无法救治 大概从发病 从玉里斯院接手 到花莲慈祭医院之后 让他这个往生的时间 大概不超过24小时 这个个案呢 他CT值是15 然后呢 更重要一点 这个案没有打任何的疫苗 大概同意有意愿 有意愿要接种的部分 大概比例占三成30%左右 那这部分也感谢卫生局租局长这边 那针对学生疫苗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选择就是到学校 去做集中施打 让孩子呢 在学校就可以安心接种疫苗 那这边